人家的妈妈还在 说成是亡目 说成是不明财产 这叫当事人情何以堪 让陈飞琪情何以堪的恐怕就是你 陈志涵 因为这说法不只想牵托谁啊 明明一切的起源就是陈志涵在脸书发文 最一开始说这些钱 有2018年的选举补助款 也有妈妈留下的QV集 和柯文哲上节目的出席费与稿费 结果过了8小时 陈志涵编辑贴文 说是有爸爸或妈妈留下的QV集 搞错的人是谁 现在你又在说什么呢 对 说谎不打草稿 而且真正在诅咒陈飞琪妈妈的是陈志涵 然后这一次在脸书上把这个收尾钱 说是他妈妈的收尾钱 也是陈志涵 陈志涵在这一件事情的发言 根本就是大翻车 陈志涵后来又换了说法 说自己是被消息误导 想放消息带风向 结果自打脸 现在不明金流是700万还是170万 没人说得清 倒是民众党又自爆300万的数字 已经往生的是陈佩琪的父亲 也就是柯文哲的岳父 在2016年往生 当时他有300多万元的遗产 陈佩琪医师就用这笔父亲的遗产 来照顾母亲 那也怪了 既然是用来照顾母亲 为何现在消息都是陈佩琪存入账户 要照顾要支付 那应该是领出吧 照顾费的话 为什么只进不出 但我们却看到陈佩琪 像是车手一样 一笔一笔的去ATM存入 真的是他们敢说 我们还不敢相信 不明金流当中 到底有没有2018年选举补出款 柯文哲当时拿房子借款2000万 后来前幕僚张义善爆料 一切都有精算过 只不过实际选票 只得到58万多票 一张30元算下来 仅有1742万4600元 再加上保证金200万元 等于说距离偿还房贷 还有58万 连房贷都不够付了 怎么还有可能会有 结余款200多万呢 实际上的账面数字 亏得比这个还要多 那以这样子的数字 这样子相减之下 其实应该是不太可能 有所谓的这个选举的 结余的款项 乱调变变变 一切都只是硬变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 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